Lio聊四季,天原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葡萄阿倫對上伏列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我們先來稍微講一下葡萄阿倫的特性 葡萄阿倫特性的話最主要的特色 是所有單位的黃金皆沒有20% 這個效果可以讓他省掉非常多的黃金 到後期可以出這個劍兵勇士 或者是出這個風型炮,騎士 還有工兵,都有一個不錯的折扣在 那我覺得葡萄阿倫的話彈性來說是蠻好的 那單挑來說的話打風型炮的優勢是蠻大的 而且後期上帝龍時代還有這個港灣大商戰 無限支援戰術可以使用 那這個也是我們頻道常常看到YOU使用的一個戰術的打法 那就要期待一下這場他會不會使用這個打法吧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不列顛人 那不列顛人的話最大特色是 一開始吃綿羊的速度會特別快 吃綿羊輸出最快的文明就是這個不列顛人 那不列顛人也是我第一個很喜歡的一個新帝國的文明 我在我新手時期的時候非常喜歡玩不列顛人 因為他的工兵射程非常遠 他有知名的這個英國常工兵 這個工兵射程非常誇張 而且殺傷力也是十足 那新手會玩起來比較有安全感 那不列顛人的話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對抗這個騎兵來說比較弱一點 但是他有這個三級攻三級防的級兵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他打一個步攻 步攻加步兵的一個作戰方式是比較適合他的 但其實他打騎兵路線也是ok的 雖然他沒有品種但三攻三防是有的 所以打這個弱馬或是一個短暫的騎兵抵抗 他是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去做選擇出兵的 所以不列顛人來說對我來說他還算是全能系的文明 而且他開TC就是半價價格 所以他開農的話也不會太弱 所以不列顛人的話我覺得是蠻適合新手去上手的一個工兵文明 好那我們就稍微加速效 來看一下這場的兩邊的封建時代怎麼打吧 那葡萄人在近期的改版有這個吃果可以增加木頭的一個效果 所以讓他前期經濟又更好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葡萄人現在的I mean等級應該有到A級以上的文明 的等級 就是他前期經濟好之外 中後期也不太弱 所以葡萄人應該是有B或A以上吧 我覺得至少有A啦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真的蠻強勢的文明 然後這邊可能會抓到一村 哇 這邊又直接偷了黑拉一村啊 這個黑拉有點小小失誤 沒有把兩隻挖礦的村民放在一起 前期的話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要是直接被偷打的話很容易喔 就會被對手直接偷掉一村 好那目前看起來兩邊都是一個比較開農狀況 沒有想要打一個主動進攻 但因為這邊還是打一個很標準的肉馬開局 肉馬開局我們之前有講到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打肉馬開局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赤火的機動性太好了 可以做到事情實在太多了 就算不是主動進攻喔 拿去探圖或是去偷抓後面對手村民喔 或是給對手壓力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而且比較有主動權 像步更 像弓兵啊或步兵的話 就是有點偏被動啦 但赤火這東西喔 在封建時代就是有主動權 好下面有個洞進來 哇機動性真的太好 果然直接在後面開打村民 這邊可能要被抓到一村了 哇這就是赤火強大的 欸欸這邊危險 欸很好很好 我剛剛想說他是不是要硬上了 他其實這邊可以考慮回頭打下這些工兵喔 但這邊他可能顧慮到對手能開 有出這個長長兵喔 好這邊可以考慮做個包夾 這邊要直接硬砍村民了嗎 工兵過來有點危險 之後稍微過去反打一下喔 還是要來圍一下 好這邊村民可以稍微圍一下 讓對手沒辦法這麼 輕鬆自在喔 在自己的領地爬來跑去 如果是MIPER的話 這邊就開始圍一下 去堵口 好這邊直接圍死是不是 沒有打算讓對手出去了 來得及嗎 感覺有點極限 哇這裡一村可能會被砍掉 欸呦好險 這三隻赤頭 這個就是我做的這個主動權 還有非常足夠的 足夠的這個時間喔 可以拖對手 那這三隻赤頭應該也沒想要出去了 這邊就是瘋狂繞對手家裡喔 然後去找殘血的村民打 或是再收掉一隻赤頭 對他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好那又這邊的一個目標 就是不出兵 然後趕快去灑農田喔 然後趕快點到城堡時代 這就是他現在主要的目的喔 這三隻赤頭出的這個價值喔 已經打到他的CP值了 收掉兩隻村民喔 然後又給對手一直控兵的壓力喔 還有採集資源的壓力在 你看這個兵喔 這個資源量就很明顯喔 他也非常落後 好那又前期取了一個巨大的優勢喔 就稍微再加速一下喔 看一下他這個前期是怎麼打的 好這邊再戳到一下 赤頭雅之殘血 看到的是他已經點下了 呦這邊 供兵喔一直沒辦法安心出門 這邊是我們剛剛出的喔 就是這邊赤頭主要是前置工兵的出門時間 哇這邊又有在收一村 太賺了 三隻赤頭換三村 架子連城 OK換完了 換完之後這邊終於可以出門 但是對手已經早就要上到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不列顛上城堡時代之後 才有這個工兵的射程優勢喔 才會加一攻的射程 但不列顛要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他沒有拇指環 所以還是要特別擔心喔 被對手的工兵白換喔 或者是被對方戰狼直接壓回去喔 都是有很大的可能喔 那我覺得還是要打出不列顛的特性喔 就是要打這個不列顛常工兵喔 才能把這個不列顛的優勢喔 發揮到零零盡致喔 好 上到了城堡時代這邊射個一波 可以射射射射一下 哎呀沒有射 好 原來魷魚喔 又已經上城堡時代了 他這邊一定要等自己弩兵好 才可以做反打的動作 這邊可能要交戰了喔 稍微減速一下 二級射一點一下 二級射取消了 看到戰毛兵太多的關係喔 這邊是要取消二級射然後去 撿騎士嗎 不太可能吧 但這邊出騎士確實蠻好的 他可能是想要先出一台投射或奴炮 去壓制對手的戰毛病喔 就是這樣子 好 目前3TC補下 這個TC造價就是便宜喔 木頭半價 雖然石頭一樣燒100 果然他是要先補一台投車 去壓制對手的戰毛兵 那二級射會晚點點喔 先只有一級射 5加1的傷害 好 那補電電3TC順利開一下了 那葡萄桃這邊雖然是第一時間上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TC只開了一個喔 那這個時間點應該還會再開一個喔 那有可能又現在這邊是想要選擇喔 看TC蓋兩個地方比較好 因為他其他地方蓋TC其實都不太划算 好這邊決定原地把這個伐木場給滴掉 原地蓋起來一個TC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這個地方高地是不能蓋TC的 所以這個石頭沒辦法安全的挖 哇這邊直接去打他的路 不然這邊四隻村民其實是可以去偷吃鹿肉 吃個野味 好投手車過來 二級射會補下 那這個不列電的銀貫科技一勇其兵喔 雖然可以增加工兵的射程 但其實這個科技喔 不太會帶城堡時代點喔 因為這個造價太貴了 研發科技的這個 資源太多了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這麼早收點 創作是等到地龍時代喔 中後期的時候才會去補下這個 弓兵的射程 不然用他天生的這個夾一射程 其實頓竟很夠用 只要你兵控的還不錯 就沒有這個太大的問題 我這邊裝到一村 哇這個BK製造所直接 我攻擊一招手直接被阻止 反正這邊應該是要造弩炮跟頭車來打這個工兵喔 結果直接被擋掉 那葡萄人的一個現在打法 看起來是想要走僧侶路線 但我覺得其實不太好 僧侶路線其實打工兵不太適合 尤其對方是不列電 射程很遠的情況下 打僧侶戰不太OK的喔 但這個僧侶應該 僧侶只是想要是 去擋對方的騎士喔 他這邊是有點預判對手 會出頭車跟騎士喔 去抓自己的頭車喔 那這邊還點一下救贖思想 就可以造強 不列電這邊的頭子車了 那這邊工兵可能要稍微控一下喔 去針對對方的僧侶喔 1秒升級好 救贖思想 可以造強對方的工程器喔 好直接射掉 哇應該這個 工兵太優秀了 直接點射 這就是為什麼 僧侶其實不太好抵抗 工兵的原因喔 你就算招對方一隻工兵 他也不會太傷 而且你還有這個CD時間 就算你要招對方的頭子車喔 也是有一定的風險 這個僧侶的招響距是9 但對方的不列電工兵是8射程 人家只要多走一步喔 就可以進行點8的動作 直接把你的僧侶給點掉 這就很賺 好 頭子車這邊沒有控好 可能會被招掉喔 哇這要被招掉了 工兵沒有低時間去 反制 僧侶 哇結果還是沒有招到 這個頭車還打到對方大量戰毛的一個血量 這個再重頭一發 剩下少量的單位了 這也是黑暗的不列電工兵 控得非常相當漂亮的一個勝利喔 那右這邊石頭挖的比較晚喔 因為他這場沒有要打風情砲開局喔 而是僧侶加上戰毛的一個搭配組合 黑暗這邊是比較單純一點 直接用頭車加上工兵的一個組合 這個組合確實是不列電蠻強勢的一個打法喔 單位特別害怕馬國的騎士出來馬爆 直接全部帶走 好這邊頭車砸了一發 沒有招到 這邊招到了 OK頭車換掉 生侶終於做到事情了 終於換掉一台黑暗的頭車了 現在其實蠻慘的 欸這邊還直接點掉 哇頭車只剩下一台 而且是殘血的 那這邊只要吹一隻騎士喔 輕鬆就可以解掉 這邊快按嗎 這個馬就其實離頭車距離蠻近的 可以考慮按個一隻 那這邊是優先點一下了帝王十代 好那我覺得黑暗這邊的進攻 已經算是相當完美了 這裡可以考慮稍微撤退一下 這邊點下帝王了 兩邊都上帝王 上的時間都拼很早 八十幾村就上帝王十代了 而且是有出兵的情況下 剛才他們是邊控兵邊打架 還可以這樣子存資源 存到帝王十代 這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好那黑暗這邊轉出人馬喔 等一下輕騎兵升級 那我們開頭有獎喔 那個不列顛算是一個全能文明喔 三攻三防都有 所以打騎兵也不會太差 雖然沒有品種 雖然傷了一點喔 但有三防的情況下喔 抵抗對方的戰毛兵喔 效果是很棒的 直接砍光這些戰毛兵 還不用花到任何一點黃金 只要剩下這個馬鎧的部分 不列顏氣兵也是很好用 好這邊中間立座城堡 要來守住外面的野礦 這跟城堡插的位置非常漂亮 雖然我覺得插在右邊一點會更好 這邊更高地的感覺 但他可能是有戰術考量 這邊插一棟 然後待會上方這邊再插一棟 這一塊已經可以守住 可能他已經有先規劃好插城堡的一個路線了 好那黑拉這邊點下了三級弓跟化學 還有這個城鎮料 這是一個蠻穩定的發展 好那長工兵可能要出來了嗎 這邊補了一棟城堡 補在一個非常安全的位置喔 沒有不在中間喔 放到補在中間的話 就是要跟對方說 欸我要跟你打巨頭大戰 但如果補在加以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還蠻能 張開到對方巨型頭司機的一個進攻的一個點位喔 因為他巨頭勢必會加在這個位置喔 拿來攻擊城堡 但自己長工兵的話 有足夠的射程喔 可以做反制 那右這邊的一個時間點喔 就不是出巨頭了 而是出風行砲了 因為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先把正面的部隊 先擠垮之後 才回去出這個巨型頭司機做反制喔 好那這邊清洗兵過來燒打一波 但是又還沒有三防的關係喔 清洗兵遇到TC的傷害還是蠻痛的 欸 三防終於補下了 喔 風行砲出來 那風行砲其實遠防是很高的一個單位的喔 那遠防有4 那我記得點到金瑞 是不是好像遠防6還遠防8吧 這個遠防還是特高的喔 好那Blaiden這邊點下了長工兵 不是長工兵喔 強弩的升級 看來沒有第一時間想要去做長工兵的升級了 可是先打強弩喔 穩定一下工兵的數量 那我覺得KL這邊有一點打的不是非常好的原因是 他居然跟對方站勒喔 而且對方還是高低喔 這是一個比較不太好的一點喔 雖然這邊清洗兵有上去做輸出 算蠻賺的喔 但由於清洗兵現在沒有升級力的關係喔 所以目前打起來傷害沒那麼高 應該這邊工兵其實被換掉了很多 大量的強弩屍體喔 其實蠻傷的阿 我覺得沒有必要跟對方這樣互打 這是一個KL有一個不好的一個 小小的 算缺點嗎 還是習慣 如果他覺得自己單位有優勢的時候 就會想跟對方應換 明明是兵種被對方Counter的一個狀態 但是卻還是跟對方互射 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現在我覺得他這一兩年 這個習慣有在改變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硬要的 還是會稍微去秀一下操作 像他剛剛這一坨 還是有做一個奪洞 讓對方戰毛有稍微打偏的一個狀況 但最後還是 換起來還是蠻虧的 看起來就蠻虧的 好 那不知道他這邊轉出了火炮 火炮出來之後 常攻兵可能就要 不是常攻兵喔 奴兵就要小心一點 好 先起兵這邊崩擊力再補一下 那攻兵防禦也稍微要思考一下 要不要去做升級的動作 這邊是優先升級 起兵傷害 起兵傷害先點 這裡是蠻關鍵的 那這邊我覺得黑拉雙線打的是不錯的 這邊清起兵一直有在去抓外面 挖採集資源的這個分明 所以其實並沒有 單純喔 就是空打正面喔 他現在是瘋狂多線的操作 好 那黑拉點下這個義勇騎兵的科技了 要來增加一下烈獵兵的優勢 十一射程的 弓兵喔 跟城堡射程基本上是沒什麼兩樣的 就是移動城堡的感覺 這個火砲沒有預判成功 如果預判到的話 這一坨強奴應該就沒了 好 強奴數量開始變少 這裡按下了一隻長弓兵 是不是按錯呢 這裡一隻長弓兵直接走了過來 呵呵呵 好 單攻補下 清起兵現在到處亂繞 活生生的把不列顛打成一個起兵國 呵呵 尤其是對方起兵沒有出的情況下 這一出起兵 清起兵的優勢就非常大 那右這邊其實也是可以出騎士 而且他騎士有20%減免 出這個起兵的零開甲 也是三攻三防 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就要看又有沒有這個打算 好 那這邊點下精銳長弓兵 三級攻還有20秒 好 這邊強奴看起來是要故意送掉的 好 那 Hera的一個控圖觀念還是蠻好的 你看這邊城堡插的位置其實都還不錯 都是在高地的 然後都可以守到一些比較重要的資源點 當然那黃金沒有碰到 但沒有關係 城堡蓋前兵點也是好事 好 這邊後面還有很多城堡 看起來兩邊都是打的比較沒有那麼的激進 只有會打這邊算是比較主動一點 但沒有一種大規模的會戰出現 哇 這邊清起兵效果非常好 好 打這個風情砲 換得很 很有價值 那風情砲的缺點就是不能住進城堡 因為它是工程系單位 所以沒有辦法進去城堡裡面 做躲避近戰傷害 它只能一直頭皮硬打 你看這一批肉 不用任何一個黃金 但是卻換了對方這麼大量的黃金單位 這樣就很賺 那目前不太啊 這邊補下了蠻多的這個 鎬灣大傷站 已經補了現在三個 第三個也在蓋 那這邊是 又要拿出它的拿出好戲 就是用資源跟對方慢慢換 那自己的資源是無限的 那黃金、石頭 只要時間一拖久 對它越來越有利 因為這個鎬灣大傷站 是可以採出黃金跟石頭的 那石頭一多的話 防禦效果其實也不錯的 可以蓋更多的城堡 或是可以拿更多的石頭 來維修城堡 拖對方的石劍 所以現在黑亞這邊的壓力 是跟對方 屬於一個賽跑石劍 好是能給對方太多石劍去 農出更多的資源 一定要用自己的兵 去做一個強軍式的牙子 像這樣子 那這邊千奇兵 上去再砍個一波 其實蠻.. 蠻賺的 這邊還是要一隻老頭 這邊再做個包打 哇 長弓兵射程好遠 12射程 比城堡還要遠 城堡是8加31射程 所以長弓兵從以前到現在 就有個笑話 就是 手撕城堡 就只有這個長弓兵可以做到了 用弓兵射掉了就是城堡 好 那家裡再補一棟車帽 想要防守 然後那三戰數量 補到第四個了 那通常都會補四到五個 那我覺得幼幼這邊 有個小事也沒有做好 就是沒有先把自己的房屋 人口再補多一點 那應該 其實這個打法會比較偏向你 這個 港路大三戰補到五個 然後 村民處少一點也沒有關係 或者是人口要一直滿 狀況 那黑亞這邊相當針對喔 先插你港路大三戰 讓你的經濟直接崩塌 那順帶一提喔 這個劍毒是可以招響的 所以如果黑亞真的拿到聖魚來招響 這個港路大三戰的話 其實他也可以用無限支援 但這個 選址喔 是你要把移動 還是很容易被對方拆掉的 所以 實戰來說的話 是不會有人去招響對方的港路大三戰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就算招到了很快也會被拆掉 好 那不列天的巨型頭司機效果其實蠻棒的 還有這個戰狼科技可以使用 可以讓這個不動的班位喔 100%命中之外 還有這個爆炸效果 就是 讓他變頭的更準 然後又有這個範圍傷害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有看過 戰狼科技的巨型頭司機有打歪的情況 所以他也不是說100%命中 我覺得應該算是99% 或97%之類的 所以基本上喔 你玩不列天的時候 沒有火炮可以用 那你可以去點這個戰狼 把這個巨頭 當火炮使用 他打火炮的話 其實還蠻準的 不過你有點戰狼的話 所以我會說 其實不列天這麼強勢的原因 是因為 打這個科技喔 火珠 因為大部分 怎麼說呢 沒有火炮的文明喔 通常都是比較弱勢的 會顯得很被動 尤其是打這種攻城戰士頭 有火炮的話 要打對方的工兵阿 或是 城堡阿 都很好用 那巨型頭司機的缺點 就是打對方的火炮 或是工兵單位 不太實用 但不列天的戰狼科技喔 是打對方的戰狼兵阿 工兵火炮 全部都可以反制到的一個 超強的 巨型工程器喔 所以這是一個不列天 非常強大的一個優點 好 這邊黑拉直接分兩隊喔 左邊是長工兵 對抗 空情砲隊 那上面喔 直接巨頭開拆你的 趕王大三戰 超級針對的這個 好 上方報名直接出動 要來直接手撕巨型頭司機 我這邊依舊在大戰 空情砲雖然打 七血兵傷害也是很高 但是 其實他被換的還是紅金單位喔 那自己的長工兵其實損失 數量並不多喔 只有這個戰王兵在針對輸出而已 空情砲都會打這些七血兵喔 那換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 黑拉比較賺一點 右這邊是蠻虧的 這邊一直努力在修 後面長工兵在輸出 後面長工兵在輸出 遠防是6 金銳風血砲是遠防6 技成8 這技到絕對的我也對去了 好 那這邊右 果然還是要轉一下馬 但是這裡要轉馬的話 村民的數量都非常多喔 因為 他這邊不補村民的話 只靠著趕王大三戰 經濟肯定是不夠的 哇 右這邊直接把趕王大三戰插到只剩一座 嘞 好 這邊又補了一棟 兩棟 這個黑拉打得非常漂亮啦 優先拆掉對方經濟 直接重創右 又沒辦法繼續用風型砲 去做對抗了 這個趕王大三戰 最大的弱點 是害怕對方直接拆進來 剛好不列電的攻城器 又是很適合出巨頭的 這邊就一直持續進攻 長龍兵持續輸出 這邊打了一波超大會戰 持續的瘋狂 用長龍兵的優勢 去換對方的戰毛兵 用風型砲 那自己的清洗兵 就是無限的瘋狂暗 這邊農田數量出到73片田 就知道這個漏量非常誇張 你要打馬的話 一定要出到60片田 最少要60片田 那多至70片田 或是80片田 我覺得黑塔這邊的細節是打得非常好的 資源分配分配得很好 不會有那種 黃金挖太多或木頭挖太多 的一個狀況 這都是一個高手共同點 他們知道這個經濟調配 怎麼調才是比較適合現在的打法 那我覺得又比較可惜 因為他的打法是無限支援戰術 所以比較沒辦法去打這個騎士 雖然葡萄人的騎士也是很便宜 但是他用無限戰術打法的話 其實會有點沒辦法支付 騎士的一個 產量的 他一定是需要挖更多的黃金 那聰明部落的情況下 跟在前期 沒有拿到優勢的時候 他這個礦 通常都是會一直被搶走的 像這樣子 你看這個礦直接被奪走 所以導致他後期只能轉出這個 無限戰術 去打 那就很難出騎士 只能出這個輕騎兵來說 就可能就是極限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經濟狀況吧 那目前看起來 不列顛經濟已經是好一點了 因為無限支援戰術的話 前期會比較弱一點 但到了後期 時間拖越久 這個經濟就會反超 用一般村民看懂的一個經濟狀況 這個還蠻明顯的 那不列顛這邊食物是爆了3萬8 那普塔斯2萬2 差了1萬6的食物 這個經濟差距是蠻大的 那其實兩邊農田 或是這些科技 其實都沒有 忘記點 2級農有點到 我就覺得蠻 蠻不會虧的 3級農 3級木雲有沒有點 其實無所謂 當然有點還是有差 經濟還是會好上一些 好那 那今天一部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也別忘了 按下這個影片的喜歡 讓更多人了解一下 世紀帝國是什麼樣的一款遊戲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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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